Raid TV 哈欠缓导好嗎,我是Raid 今天呢,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曼谷2020的攻略地圖 我相信呢,很多人應該跟我上次一樣 因為上次是我第一次去曼谷 那針對一些資料找比較不方便 誒,花了很多時間找也不是很齊全 那我這一次呢,特別把這邊整理好了 然後而且呢,我按照不同的分類 比如说,呃,可能像大家看到这边,会有不同的,有咖啡厅,然后也有观光景点,那也有一些购物中心等等的,不同的都把它做好分类了,所以呢,大家可以比较简单的去使用这些地图,那如果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话呢,也没有关系哦,我等一下用手机教各位大家操作一次。 那怎么开启这个地图呢,这个地图呢,其实很简单,大家只要到瑞TV的那个YouTube的影片,然后下方的影片说明栏中,它会有一个连结,你就点进去就可以咯,然后呢,要怎么把你用到套到你的过活地图上呢,比如说你就看我这些点,你挑选你想要去的点,我现在随便举个例子,我就,哇,从我举这个例子来讲,这个,这个河滨夜市的部分呢,那如果我要想去的话,那怎么办呢, 我就选择在这个,这个地方,选择在Google地图中检视,点下去之后呢,它就会跑出来这个,你的Google地图画面了,那当然呢,你如果已经在海国了,你可以直接点选这个路线,可以点选这边,直接点选这个路线,直接帮你导航过去,那你如果还没有去,也没关系,不要紧张,先点下面这一下,然后呢, 你这边的话呢,就可以去做一些,呃,直接储存,这边做一个储存,把它存到你的清单里面,这样就可以咯,是不是很简单呢,希望这个地图啊,可以帮助到大家,那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推荐的地点的话呢,也大概欢迎在影片下方再留言跟我讲,那我再把它补充进去,那也可以希望帮助更多人完成,轻松的曼谷之游戏咯,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咯,谢谢大家, 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 TV